学长 年长一两岁 我的梦想就是 三四次 我的梦想就是跟你们穿着一样的校服 走在学校里的时候门卫不拦我 对吧 这是我的梦想 可能有点远 因为长得很着急 但是今天到了校园里 要看到大家看到了有很多 包括我自己之前 我读高中时候的英语老师 雷运波老师 还有这里 你们都认识啊 都认识 非常的可爱 而且非常的专业 英语老师 然后包括这里 还有我之前我读 我读这个校 我应该是学生党 校宣传部部长的时候 我们的团委书记 马兰老师 真的都是非常亲切 好久 这都是我学生的手 一看到他们就觉得自己依然在读高中 然后你有感觉 返老还童 一瞬之间 所以很开心 然后到这里来呢 这个校园其实对我来说 相对还比较陌生 因为我一毕业 大家就搬过来了 肯定是不易的 对吧 然后正好卡在0506年的时间 然后我05年正好毕业 但是呢 这个校园也没有那么的陌生 因为在毕业之后每年的 包括教 不是每年 但是正常隔两年 教师节啊 或者有些节日的时候 我们的一些高中同学都会结伴 回来看一看 看一看老师 包括雷老师啊 我们之前还 其实还见过好几次 然后还有我们当时的阳光吴老师啊 我们当时的各个老师 后来都有见过 所以这也是切身的体会 大家毕业之后也常回家看看 在这里长大 然后这里的每一专业瓦 都有你们青春的时候印记和梦想 多么贵的地方 像我们现在想回去看看 都在那看不到老师了 是吧 老华十一那个台匾都一起了 长江职业技术学院吧 好像是 每次从那儿过一股忧伤的感觉 可能是自己的高中三年 是在一个长江职业技术学院里度过的 所以你看你们多么值得羡慕 在座的同学主要是以高几为主啊 高一还是高二 高一同学去说我看一下 哇 你们有高二的吗 是吧 高二同学去说我看一下 哦 高二同学坐前面 是吧 高一同学坐在后边啊 好 那因为之前 淘宾的刘老师有联系过来说 跟大家有一个这种互动的交流的机会 我说那这个聊什么呢 然后我说与人生对话 你吓死我了 是吧 与人生对话 这个题目就很大 后来我一想 那就讲一点最实在的东西 实在的东西 就讲一点我自己 在你们接下来这个阶段 在你们高一高二 马上经过高考会进入大学 然后在接下来这个阶段 有可能会走的一些弯路 就是我本人有走过的一些弯路 可以跟大家做一个分享 这样呢 大家也会少走一点 走的就顺一点 就这么个作用 所以我跟大家很真诚的 真诚的汇报一下 从青年时代 高中到大学 然后再到现在中间的这些 一路上的一些历程 和一些点滴的收获 以及我认为最有价值的 一些思考的 一些小的总结 希望能够帮助到 你们未来的人生 然后接下来 然后更多的 我想听一下你们 现在心中的困惑 所以接下来这个交流 我们有两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呢 就以我讲为主 我来聊 大家听为主 第二个部分呢 我希望更多 听到你们的声音 你们有任何想问的问题 请举手示意 任何方面的 人生的学习的 事业的 爱情的 未来的 不管你们 你们想问哪个方向的问题 你们忽略掉前面做到的 这个老师和领导 forget it 然后就一切 就想问什么 就直接我们 非常真诚的来沟通和交流一下 因为我在大学任教 大学同学 可能接受比较多 相对比高中同学 我有时候没有那么精准的 能够把握到你们心中现在的 在在想什么 在经历什么的 困惑又在哪 因为大家虽然都是高考 但十几年前的高考 高考和现在的高考 环境也有了 天翻地覆的变化 所以后面一部分的环节 我们 场上来来聊 你们有任何问题 只要问到我 我保证知无不言 言无不尽 OK吧 好 这就是一个大学长 跟大家一个聊天的过程 所以完全不用拘谨和局数 大家嗨一点 嗨一点 然后 然后说说我自己 就是经历过的一些 很奇妙的事情 高考 大家知道我从华十一考出去 我们华十一那个班 我是高三二十二班 文科班 我们班上当时有六十多个同学 但是学籍 因为当时有很多借读的同学 学籍在的可能只有 大概二三十人 我来的时候有跟刘老师 就在聊说 现在一级大概有多少个班 他说有 高一大概是二十五个班 是吧 然后高二和二十九个 之前巅峰时期 还有三十多个班 一下子 我们当时二十二个班 就已经觉得惨绝人寰了 现在三十多个班 就是很恐怖的 这个人口基础 但是说明大家 人才极几 人才越来越多 就很几嘛 就现在人 整个大家的状态 就非常好 然后我们当时班上 文科班三十来个 在习的同学呢 我的 我们班在习的男生 只有三个 三个 我们课班吧 不知道现在我们课班 实际是这样 三个男生 然后呢 现在是这样是吧 有四个 有十个啊 我的天哪 你这人震惊的 然后我们当时 当然我是说 在即的男生有三个 有戒毒的同学也很多 然后这三个同学 大家知道 我是我考到了武汉大学 新闻与传播学院吧 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是我们当时班上 三个男生里考的最差 第一名呢 考到了北大 北大金融 第二名在人民大学 都经济 第三名在五大部新闻 你看就跟人聊天 都不好意思说 自己哪个大学 对吧 同学聚会 大家说你哪个大学 我北大 你呢人大 我呢 我大伙都不好意思讲 对吧 觉得就 很丢人啊 在班上 在华诗艺来讲呢 其实考得也不算好 所以我不仅是个学长 而且是你们一个 很普通的学长 就是在高中阶段 年里面有个很优秀的学长 觉得都不太算得上 就是一个普通的学长 然后考到武大去了之后呢 武大新闻与传播学院呢 我当时有先参加过艺考 然后艺考考这个 播音与主持艺术专业 当时就想着考 这个考试 是不是能够文化线 能够第一连 能进武大 然后考了艺考呢 当时艺考成绩还不错 艺考成绩是 当时全国第二名 然后全国 全国第一呢 又去了中传 就成了考进武大 当时的这个第一名 然后文化线呢 我当时线其实也没有 也文化成分也没有很高 就我觉得我们当年的 正好雷老师也在 我们当年的那个本科线 好像是506一本线 文科的05年 一本的文科线 好像是506我记得 然后那年五大的分数线 应该是552 552就五大的正式分数线 比一本文科线高一些 然后当年的 人大好像是580 北大是598 清华是600 大概是这么一个分数分布 我当时考的 好像是568好像 就你一听就很高不成 不不就对吧 就是你人大 北大清华都差一点 然后呢五大是550 也多一点 但问题是我有这个 关于主持艺术的合格证 你要知道有这个合格证 经五大的分数线 是一本线的90% 一本线是506对吧 90是多少 对 这是实验班的吧 对吧 算这么快 506减50.6对吧 450多 就是说我们那个专业 当时文化线呢 在450多就可以上 然后呢 我呢考了568了 还是562 我考了560多 就你 我一进五大的 你知道当时 从华诗一这种 人才济济的学校走出来 然后走进五大 大一刚刚走进去的时候 整个人状态是 是非常嚣张的 就你想象一下 我看一下我身边 其他同学的这种眼神 我心里的前台词 我的OS是什么 艺术考试 我第一 本来是第二 第一不在吧 对吧 对吧 你们这行不行啊 然后文化你们450 我560 对吧 就觉得 跟你们在一起上课 真是 就觉得完全 整个人 内心呢 就是那种 价值感爆疯 走路感觉都横着走 看着都这么看着 同学打招呼都这样 你好 你好 这得瑟 非常嚣张 然后大一整个 刚刚开学 就处一种嚣张的状态 但是最大的困惑 不在于嚣张 这是在座的绝大多数同学 在可能一到两年之内 会面临很致命的困惑 最大的困惑是茫然 你让高三之前 我接触到的高中生 给我提到的最多的一个词 就是累 苦 累 没有人跟我说过茫然 中国得益于高考 你可以有千万般骂高考的话 但至少有一件事情 他好坏不论 他切切实实坐在那儿 就是让所有在高三以前的同学 根本就不用去想 你每天要干嘛 因为他已经定在那儿 你要做的事情 当下大家高中了三年 不止 大家从小学开始 到初中三年到高中三年 用了十二年的时间 我们有诸多来骂 应识教育的方法 但有一件事情 他至少烙印在过去 二三十年毕业和成长起来 那种教育模式上 成长起来的 每一代中国的中学生 就是在高中之前 我们不仅没有去想 我们每天要干嘛的冲动 也没有这种能力 我们似乎从一开始 从一进高中开始 我们一切行为 判断我们行为 有没有价值的 那个目标指向 已经先天预设 那就是高考成绩 对吧 大家是 尤其如果现在高二 你高一 你还有很多素质教育的空间 你想想 现在你和高三的同学 每天什么样情况下 时间没有虚度呢 就是他做的事 能够快速地提升高考成绩 自己给自己鼓掌 老师给你鼓掌 家长给你鼓掌 你做的是对的 如果你做了一件事 他不利于提高高考成绩 他甚至拉低了 你的高考成绩 所以就会骂你 你这样做 是不对的 这个标准异常明晰 我们可以讲的 再确切一点 再仔细一点 提高高考成绩 还有点虚 再确认一点 就是你要在高考的考场上 答出一张 离高考的标准答案 最近的答卷 没错吧 有个东西叫标答 这也在听说过吧 这很霸气吧 想象一下你进高考考场之前 你手上拿了几张纸 他们印着今年高考的标答 有没有自己是神的一种感觉 对吧 有没有觉得自己 要同飞的感觉 就那几张纸 那几张纸上所写的字 哪怕是文科 哪怕是文科的大题 是不是都有答分要点 扣弧一反扣弧 然后黑体字一句话 两分一个勾 两分一个勾 没错吧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这些要点 这些指向 我们的思维方式 我们的思考目标 我们的最终导向 其实都落到那几张纸上 大家用了十二年的时间 所有努力的方向 就是要跟那几张纸 尽可能地接近 甚至一致 如果能达到一个标点都不错 神秘般的人就出现了 对吧 那不叫高考状元 叫做高考满分 你听说过吗 对吧 听到有没有神秘般的感觉 对吧 这是大家之前所经历过的事情 我们有很多的批判 我们有很多的讨论 但是你知道 经过这十二年的这种 不说重压吧 经过这十二年的 教课出来的东西 我们一旦进入到大学校 大一的时候 最致命的一步的打击 就是这个 那个巨大的明确的方向 突然移掉之后的 无边的空虚感 无边的空虚感 就一瞬间 我们之前每一分每一秒 都清楚 我要为了高考去聚拼 就到大学 然后呢 怂 干嘛 我们每天要干嘛 我本人在大一 我本人在大一 就非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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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实地经历过 是吧 但是最先开始要干嘛呢 最先开始喜欢玩网游游戏 我们那个时候就是 网游 那个时候还是什么传奇 魔兽世界 这个你们觉得很古老的 上古时代的一些游戏 对吧 你知道在大学校里 在高中校里 没有时间玩的 那个时候我们心里就默默 跟自己说 我要到了大学 嘿 我给你讲 我 我 我就 把我给你玩命了 然后你知道我这个成绩 又进去 自己感觉 自我感觉又良好 对吧 觉得我觉得 大学不学两年 跟你们也差不多 是吧 就咄死了一塌糊子 然后就进了大学校里 然后你知道极限情况下 就是包业这件事 现在回忆 现在回忆 这个青春岁月 真是觉得人是头子变的 你知道吗 就包业这件事 你们觉得一个人 你们也估计没包过业 对吧 大家都是 有些男生默不作声 你又不包业是什么 就是真没包过业 这里一台男生 没有没有没有 我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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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还跟自己 我真的没 你包业 谁包业 我们 我们高二怎么能包业 对吧 我 真的是 我没包过十分以上的 你不要 不要吃了 我都看到了 简直了 优秀 嗯 青色 我 我 我 谢谢大家